听阁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开经济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长 请拿起 为是三十论送一冠 我们今天开讲这一部经 那 在荧光幕前的朋友 我还是再提醒一下 每一次都会提醒一下 请关身正坐 不要翘脚 然后不要饮食聊天 专心听讲 然后才有敬意 对法才有敬意 这样子才能够得到法医 好,请打开 为是三十论送一冠 看那个总序 最前面总序 虽然我在讲大圣白法明门论 经驻之前 有讲过 但是很多人没有听过 也没有看过 所以我还是把这个很快的讲过去一次 让大家对整个像中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像中系列总序 何谓唯士学 唯士学在我们中国佛法里面是 大家都知道 可是却是很深的一个学问 所以我们先开宗明义先探讨一下 什么叫做唯士学 第一段 像中的根本经典跟传承 要了解像中 这个像中也就是法像中 又称为欲协中 这个欲协的意思就是相应的意思 相应就是说 身心、法、理、理事都相应 所以称为相应 又称为为士中 因为讲万法为士 也必须要稍微了解一下中观学派 这个像中跟中观学派 不见得说是要相对的 但是他却有互补的功能 所以也必须要了解一下 因为正如唐代异晋三藏 在他所住的南海济规内法传中 所以异晋三藏到印度去求学 那从印度写了一些文章 然后寄到我们中土来 那其中里面说所云大圣 无过二种 就所谓的大圣呢 这个大圣佛法 不过有两种 这种瓜就是有两种 大的分类 大圣佛法就是有两种 第一个一则中观二乃欲且 第一个就是中观 那第二个就是欲且 然后这个异晋三藏呢 他就解释自己解释这个意思 中观则属有而真空 体虚如患 欲且则外无内有 是皆为是 这文字很简单 但是理道理却很深 解释一下 中观就是所谓的中观学 或中观论呢 则属有 属就是世俗 世俗就是世间上 在世俗法上啊 现有 就是现出有 那这为什么会现有呢 就是说 这个是一般人这样看 然后这个修行人也观一切法 在世俗上确实是现了有相 是有相 而真空 而实在是真空 他在以真实而言 他是体空的 所以 体虚如患 他的体 本体啊 这体就是本体 这本体是 虚就是空 空虚 好像幻化一样 那你要注意这个如患 这个如患 要这样解释 要这样解释 你会比较容易了解 如患而空 如患而有 这个一切法 他是如患而空 因为如患 那患 是真的假的 假的 就幻象嘛 对不对 所以他是假的 所以他 真实而言 他是 实在是没有那样东西 在那里 可是呢 如患而有 可是因缘聚合的时候 也有那些幻象产生 那幻象还是有 举一个例子来讲 梦 这个梦境 是如患 对不对 可是他是空的 这梦境不可得 对不对 不管是梦中不可 不论 不只是梦中不可得 那醒来更加是不可得了 所以连梦中也是不可得的 对 是如患而空 他当下就是空的 是幻化一个幻象而已 那或者再举一个例子讲 就好像一个发疯的人 他看到 手看到种种景象 那是有的还没有的 实际是没有 但是对他来讲 那幻象 他认为是有 所以梦中人见有 觉得有 就好像疯狂的人 觉得他所看到的 是真的 一样 所以是如患而有 可是如果他这个风病好了以后 就没有了 对不对 如果他梦醒了以后 也就没有了 所以醒来的时候 就都没有了 所以如患而空 如患而游 那么 那么 人生如是 一切法 也都是这样子 所以中观 就是 他的理论以及研究的道理就是 在世俗上 是有 是有 可是 真空 其实是空的 那 他的本体 一切法的本体 就好像如患一样 如患而空 如患而游 那 欲且派 也就是 法相中 法相中 所说的 或是为世中所说的 则 外无 内有 这个 为世中所开禅的是什么呢 外就是外法 一切的外法 无 实在是无 一切外境 外无就是外境 都是没有的 内呢 内法 内法是指这个心事 那心事呢 那内法的心事呢 是有的 也就是说 那个心事的种种的产生 去运作啊 那个都是有的 所以以为世中来看是这样的 好 那么 因此 事皆为世 所以 所以说 一切事 一切的事情 事项 这个事就是事项 一切的事项 都是为世 为世你要再加一个 所变现 就是 心事所变现的 好 所以 从这句话来讲 我们进一步讲一句说 这一切的万法万象都是心事所变现 那为世中所看到就是万法万象都是心事所变现 所以万法万象都是没有的都是假的 但是这个能变的心事所变的万事是假的 可是这心事是真的 心事是有的 不是没有 没有的话就不能变了 这样的话 就要像讲真如的来讲 真如也可以变现一切法 那那一切真如所变现出来的法 是没有的是假的 是虚的 可是真如本体是有的 可是真如呢 讲真如的却是信中 所以信相二中讲到他那个本体的时候 都是肯定他是有的 因为没有的话一切都落空了 这一切都断灭了 所以那最后的本体一定要是有 话说回来 如果真如本体没有的话 如何成佛 就没有真如 因为佛是以真如而成佛的嘛 是不是 所以真如一定是要有的 不是一定要有 而是一定是有的 所以来自于 虽然种种讲空啊什么 但是那个都是阶段性的 方便 等到讲到最后最终最终 像虐般经 讲虐般这个虐般性 那么虐般性是什么 最后就是常乐我境 所以常乐我境是什么 都是肯定的 不是否定的 对不对 所以最后还是回到肯定的 起先在灭业障的时候 断烦恼的时候 都是否定 否定 到后来 否定到后来 没有什么好否定的 最后剩下的那一个 光溜溜的那一个本体 那个是肯定的 但是还没有否定 经过否定的这个阶段 这个过程的时候呢 那不能先做肯定 所以这个话说后来又跟那个什么 清静跟庄严这两个步骤 是相结的 这个体先那些否定否定或是灭业障啊 断烦恼啊 这些都是清静法 然后到最后 这个已经清静以后 才开始真正修真正的实质 实在的智慧 那就是庄严法 所以如来的十号十历 四五所谓 四五爱智十八不共法 这些都是有的 这些都是庄严法 可是在庄严法之前呢 要先修清静法 把这个本性本性 无始以来所染灶的 所一切污垢全部都洗净 这样的 然后才堪修这个庄严法 否则一切的庄严放到那个染心里面 都污染了嘛 是不是 就好像你一个器皿里面 那个水是脏的 然后你放进 那个器皿是脏的 你放进的水 那甘露水都变成毒汁了 是不是在经里面这样讲 所以要先把这个心器弄干净 才堪为法器 这样的 好 往下看 所以讲来讲去啊 那个信中跟像中最后 所要指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 修行的人智慧不够就看到偏了 就觉得不一样 往下看 由是可知大圣佛法有二大法脉或是学派 一个是中观学派 第二个是玉且学派 那中观学派是尊隆树菩萨为始祖 因为他的中观论以及十二门论 为根本论 然后这个后来传到提伯菩萨 提伯菩萨就著有百论 这个百论主要是破坏到的 主要是破坏到的 然后 给予这个龙树的这个两个论 中论十二门论 跟百论何在习就剩三论 这就变成后来的三论中 其传承者为罗侯罗巴多罗 清墓婆树佛妇清辩等 在中国的哄传者则为揪摩罗时 到了唐朝吉障大师 就成为吉大藤的人 因而就开创了三论中 这里所说的中观学派是狭义的中观派 这一派虽然称为中观 其实是以空观 这空观是小跨五里面所说的 就是第一空一切法空 以这个第一空跟一切法空来含设 空甲中三观 所以称为中观 又称为空中 其根本经典是波诺诸经以及三论 广义的中观学或是空中 则又包括了天台中、华元中、禅中等 因为这些中派都以中观学派的创始者 及他的经典作为立宗的主要根据 所以在大圣八大宗里面 除了法相宗跟立宗以外 其余诸宗这个基本上都是属于信宗 也就是空中所设 因为相对于相宗 而且延习法的本性 所以就又称为信宗 至于法相宗或者是御且宗 最主要的经典就是一经一论 一经就是解身密经 一论就是御且师弟论 那他的根本经典 根据成为诗论素系里面 成为六经十一论 这个六经 第一个是解身密经 第二部是华元经 第三部密元经 第四任且经 第五如来出现功德经 第六大圣阿比达摩经 这最后两部呢 第五第六两部 没有翻译成汉文 所以这个六经里面就只有四经 就是解身密经 华元经 密元经 任且经 这个是相宗的根本经典 然后十一论 第一个 一 御且师弟论 是弥勒菩萨所说 二 显阳圣教论 三 大圣庄元经论 四 大圣阿比达摩吉论 五 色大圣论 这以上是无助菩萨所到 从第二到第五 然后 第六 辩中辩论 本诵是弥勒菩萨所说 四亲菩萨造世论 第七 分别御且论 本诵也是弥勒菩萨所说 四亲菩萨造世论 但是这一部论没有翻译成中文 第八 维世二十论是四亲菩萨所造 第九 十地经论 四亲菩萨造 是解释华元经十地品的 十 极量论是陈纳菩萨造 郁静大师翻译 已经亡论 已经亡议了 就不见了 是英明学的论点 发挥限量跟比量 以及四的三分说 然后十一 观所元源论 成纳菩萨造 这部论点我也有处解出来 接着看 由此可知 总续的第四页 第三行 欲且中的根本经典 其中的六经都是佛说 那其中的十一论 则都是菩萨说或是造 包括弥勒菩萨 无助菩萨 世亲菩萨 陈纳菩 等 至于欲且中的传承 除了世尊与弥勒菩萨外 主要是无助与世亲两位菩萨 无助菩萨是在佛灭以后九百年左右 诞生在北印度的建陀罗国 出家以后正入出地 然后凭他的神通力 就上升到兜率天去 亲临弥勒菩萨说法 因此而悟得了原生无性的大圣空意 原生无性知道吧 因为是因缘所生 因缘所生是因缘合合 因缘凑合起来才产生的法 所以实在没有那个法生出来 只是因缘会合的时候 然后暂时现出的那个法 所以叫原生无性 无性就是没有体性 实在没有那样东西 只是因缘合合 是凑起来的 是凑起来的 然后才产生的 凑起来以后 然后如化而生 化生的 要不然你跟他想一想 以生命的最根本 这个金子跟卵子一结合以后 然后就变成收精卵 那为什么金子跟卵子 合在一起就变收精卵 变化 这是变化 所以就化成了 这金子加卵子化成收精卵 收精卵又在一再的变化 一直在变化 就变成就眼耳鼻舌身 都出来了 头也出来了 脚也出来了 那如说猴子的话 尾巴也出来了 这样 这都是变化出来的 本来都没有嘛 是不是 本来没有 为什么会变成有 变化 有意思吧 以佛法来看 是变化 那我们世人 因为已经太习惯了 无始绝来都是这样 所以觉得就是 就是应该是这样子 可是事实上是不一定 一定要这样子 所以它是变化的 那所以正常的变化就很好 那有时候就变坏了 对不对 变错了 就扫一只手 扫一个鼻子 对不对 那就没有变得好 好 原生无性的大胜空矣 原于是 于是 于是就请弥勒菩萨 在中夜 在半夜 就到他的中印度 阿于陀国的残堂 就是无助菩萨的残堂 为他说五论 你看 真是很了不起 请他来讲经 而且为他一个人讲 然后讲了这五部论 欲协式帝论 分别欲协论 大胜专严经论 辩中辩论 辩中辩论 王法正理论 这五论 那无助菩萨又 禀成弥勒菩萨 所说的大子 就造了 显阳圣教论 大圣庄严经论 大圣阿比达摩吉论 色大圣论等 其中 其中这个大大有名的就是 色大圣论 因为它很重要 重要到 就有一宗叫做色论中 就是专门是以色论 以色大圣论 为研究跟修持的论点 就好像 这个天台中 以法华经一经 为研究 那华言中是以华言经 这意思是一样 不过它这个是以色大圣论 还有巨色论 也有巨色中 就是以巨色论 议论 为研究跟修行的根本 世青西无助之地 世青菩萨是无助菩萨的弟弟 他开始的时候是修学小圣 后来受无助菩萨所化 就皈依了大圣 那并且呈无助菩萨之教 大宏 这个大圣教法 名为百论之主 他著有色大圣论是 实地经论 辩中编论 为是二十论 为是三十论 等 尤其是 为是三十论 非不论 对我们中普 就中国有极大的影响 因为是清造诵以后 就有十大论诗 印度的十大论诗 护法 得慧 安慧 亲圣 南陀 禁队 火辩 圣有 最圣子 智悦等十大论诗 先后造诗论 来解释这个颂文 于是玉且中的中风就披靡了全印度 唐朝的时候 这个玄壮大师到印度去求法的时候 就是拜这个护法的门人 戒贤大师为师 所以那个玄壮大师到这个印度去求法的时候 正好就是为是中最昌盛的时候 那这个玄壮法师就得到他的师承 得到戒贤大师的整个的师承 回到唐朝以后呢 就翻传本宗的经论 弘宣法相为是之子 并杂柔十大论诗解释为是三十颂的论文 而成为是论 因而就成立了法相中 因此中途的法相中简而言之 也就是依无畏白法判别有为无为的诸法 而修正一切为是之子的教法 接着 总续第五页的第二段 继承玄壮大师为是之教的大德很多 那其中著名的为窥击神坊 加上浮光神态法宝悬印悬泛编基 宴中原册等 在古代他们益经的时候 在益场益经不只是益经而已 益讲两件事情都一起做 就是有益有讲 就早上益经下午讲经 这样子 所以也传了很多的弟子 但是能够进一场听经的 都不是容易的人 因为那是皇帝办的地方 益基大师是造成玄壮大师的敌统 敌传的 住在长安大臣慈恩寺 是称慈恩大师 所以法相中有时候也称为慈恩宗 辛罗就是韩国 韩国的一个出家众叫太贤 也从这原册的弟子到证学法 到后来回到韩国 他就著有唯士论古迹 是称为海东玉茄之主 也就是说他是朝鲜 或是韩国的玉茄中的祖师 第一代祖师 韩国的祖师 以上为狭义的法相中的 根本经典与传承 至于广义的法相 则泛指大圣为师中 小圣巨色中 以及小圣的六族论 发誓论 大皮菩萨论等 这些都是法相中 那翻过去 总续第六页 现在把刚刚所讲的简单用表解 表出来 就大圣佛法 就大圣佛法 包括两大中派 两大学派 一个是中观学派 就是广义的信中 然后玉茄学派就是相中 那中观学派 从龙树开始经过 提婆菩萨等 那他是以 般若经典跟三论为主 然后下面发展出来就有 在中国就变成 三论宗 华言宗 天台宗 禅宗 他的主要精神都是 一中观学派的道理 然后看玉茄学派 玉茄学派就由弥勒菩萨 传无助菩萨 然后再传世亲 然后接着 他的经典是 华言经解生密经 玉茄师理论 主要是这三个 然后接着 玉茄学派的传承 最初就是 法相中 这个 这个为世中的传承 第一 最先当然是世尊 接着是弥勒菩萨 然后无助菩萨 世亲菩萨 成那菩萨 无性菩萨 护法菩萨 戒贤大师 玉状大师 然后一支传下来 然后从玉状大师开始就 传给菩萨大师 然后就变成中国的慈恨宗 那一支传 传到民国初年 就北京广山市 汇山老和尚 他是四十代 第四十四传人 然后再传给 然后他 汇山老和尚到了台湾 就在树林福慧市 在树林创福慧市 然后在慧山老和尚传给清姻长老 慧山老和尚是四十四 慧山老和尚他很有修行 当然了 所以他是慈恩宗 也就是法相宗 兼华言宗 的第四十二是 传人 祖师 那 听说 就说 古人 这个走的时候 有坐着走着 有躺着走着 对不对 那慧山老和尚是站着走的 他们这么说 就说 这个生动在做 早课还是晚课的时候 然后他在后面 应该是前面 就靠大门那里 然后 然后站在墙边 那忽然就 就往墙上一靠 就走了 所以说是站着走的 然后 他老人家 为了要不惊动大家 所以他 这个往生以后 出病的时候是 早上五点钟 所以不劳动大众 然后接着 就他传给青婴长老 就称为四十一世 就是慈恩宗兼华言宗 四十一世 那我本人有幸 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有从青婴长老那里接了法 就成为 华言宗兼华言宗兼 第四十二世 法脉传人 所以 当时我在著这一 这一部书的时候 我就是 就是著急就是 那现在来讲 就是要讲本宗的经典 所以 所以 所以从上以来 这个 历代主持 持非加持 让我这一部经 讲的 更令大家能够 进去 能够解 而且入 所以 这个 因缘应该是非常好的 因缘 尤其 现在又能够 这个配合上 这个 网络直播 所以 有缘的人 就都不管多远 都可以 及时就 听到看到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总续的 第七页 最后 从玉戒宗的 根本经典的六经来看 除了最后二经 宗土没有翻译以外 其余的四经 解生密经 华元经 密元经 愣戒经 这其中 所以我跟这个 这个宗派说 因缘是很深的 愣戒经我已经住出来 对不对 我三十七八岁的时候 就住了 今年 垂垂老矣 六十三岁 再 吃了汤圆就六十四了 那 那华元经啊 就是我正在翻译 翻译八十卷 已经翻译四十四卷了 今天开始翻译第四十五卷 所以 那我接法之前 就开始翻译华元经了 所以 这也都变成本宗的经典了 所以你们也都要能够通达才好 啊 这四经啊 这四经啊 都是所谓的性相圆容 你看 这四部经里面 没有说分什么是性 什么是相 而是两方面都 都探讨到 而且把它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说的 像解身密经里面 有性中有相中 华元经里面 有性中有相中 密言经里面 也有性中有相中 任杰经更加是大大有名的 有性中有相中 对不对 啊 所以都是性相圆容的 也就是说 有性有相 并非尘是法相之学 更有进者啊 这四部经同时也是性中的根本经典 所以他这四部经不只是相中的根本经典 也是性中的根本经典 尤其是任杰经 更是达摩祖师 这个以心应心啊 传来应心的这个经典 一直要到六祖的时候才改成金刚经 可见即使在禅宗的正法眼障 用来应心的啊 应心成佛的啊 在六祖以前 本来是性相圆容啊 性相不分的 不但是性相不分 而且也是显密不分 因为啊 这是指这四部经都是这样子 因为华言密言解身密 乃至于任杰也是显密二教所共尊的啊 显教里面遵从这几部经 密教也是遵从这几部经啊 那 然而其后 就是那个后来啊 因为众生的根气转顿了 不堪受持着群体的大法 因此就分门修学各善其常 然而依法的本源与发展来看 此需不得已之事 这是很不得已的啊 并非说法本来就有分派 而实在是因为人根转前所致 并非法有二种或是三种多种 种种教法实在是都是如来的法生之一体 但是众生不堪全体大法 所以就别受其部分的法门 但是重要的呢 是如果想要求无上菩提 切莫以自所修学的一部分法 或信或象或显或密 然后你就指这个摸象之解 瞎子摸象知道啊 这出于哪里 大波涅班经 这个世界有名的这个典故啊 虾子摸象是大波涅班经的啊 这个佛在大涅班经里面讲说 有些人呢对于法不了解 然后就各自几件啊 就好像从前有一群这个虾子 然后他们因为是生芒 生来就是虾子 所以从来没有见过大象 可能有听过大象的叫声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大象 也不晓得大象长了什么样子 于是他就大家就聚在一起啊 然后有人有人就把一头大象给拖过来 然后让他们来见识见识这一头大象 象大概是长着什么样子 于是他们就分别去看那个象 那个虾子要看当然是用摸的 所以其中有一个虾子一摸那个象是摸到象的鼻子 他说哦我懂了原来象是长这个样子 就一根长长的这样子 那另外有一个虾子就摸到象的腿 然后他说哦原来象就是长这个样子啊 然后有的摸到象的肚子啊 有的摸到象的象牙 有摸到象的尾巴等等 各自所见都不一样 然后他就吵起来了 然后他们各自这个陈述说象长什么样子 可是都想说你说错了 这个象不长成那个样子 长得像摸到象牙的人说 那个象是像一根什么什么 然后还有点弯弯的啊 还光溜溜的那个就是象 所以这就是虾子摸象 不能见到全体只见到一部分 然后就把一部分当作全体 而且执着认为那是真的 这是佛在这个大涅班经里面 这个指成说 只看到部分的如来的法 就认为是全部 那因为只看到那一点点了 所以就得少为主 或者是四字非他 就把自己认为是对的 然后就飞毁他人 种种妄想分别乃至互相公结争斗 这样就是变成迷人了 枉受辛勤不入正礼 翻过去总续第八页 第二项就讲象中系列转注的缘起 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 读这一系列的研讨像中的经论呢 佛法的修行的四大门呢 就是信解行正 所以如果信而不解 解而不行 就没有办法断正 断就是断祸 正就是正真了 正真 更何况不信不解不行 甚至于虽然是饱览佛经 但是对于如来正法不能起正信正解 乃至于种种的曲解 斜解 谬解 这样不但自己不能起正修行 更加会误导他人 下面一段 所以自己一定要能够理解 而且要解得对 解错了你跟别人讲 结果变成误了别人 下面一段 佛法的显教大致分为信中跟像中二大部 而像中就是为事学或是法相学 或二者合称为法相为事 然而法相与为事是不一样的 认真来讲是不一样的 如前面所说 所有的欲缺部乃至大圣的大体菩萨论六族论 即介于大小圣之间的聚色论 都可以说是属于广义的法相之权 顺便讲 这个法相中 这个俗称就称为法相中 那如果是专业就称为欲缺中 或者是如果是本门的就称为为事中 所以法相学含义叫广 它可以包括一切大小圣的法相之学 至于为事则是大圣的不共法 小圣是没有的 小圣法里面没有为事 因为为事学所沿稀的众多名相 也是属于法相所设 所以也通称大圣为事学 叫做法相中 而法相中一词便原然成为为事中的代名词 其实 依理而言 为事能够成为一中之名 因为 为事一词 为事这个词里面 就有至中的主张 但是法相这个词 却没有任何特色或是主张 而且是多中所共用 所以实在是不适合成为一中的名词 然而以历代以来啊 都是这样相传 所以 有时候我也姑且的垂顺传统 而称它为法相中或是相中 但是读者诸君需要知道 这个法相跟为事是有差别的 显教宗的信中 则是大略概括了一切 显教宗涉及的法性 或是以参言法性或是本性为主的中派 举如禅宗、中观、三论、般若 及天台、华言等学 都可以说是研修信中的学问 但在中国历代 信中之学可以说是独占了整个佛教市场 至于相中却只有在唐朝初年 在玄壮大师跟他的弟子窥击法师 普光法师等人的红传的时候 昌盛一时 唐朝以后就渐渐的视为了 就很少人去研究他 一次要到了明朝 唐朝那宋朝就越来越少 那到了明朝也要到了明末 才有偶遇大师、韩山大师、名誉法师等 的研究提倡 才稍稍的振兴起来 其后又渐渐视为 至于民国初年 又有一些佛学家 主要是以白衣为首 就大力倡导了法相韦士学 于是韦士学又再度引起大家研究的兴趣 然后因为尤其是明初的时候 又开始提倡办佛学院 佛学院里面有开这个韦士学 所以韦士学研究人士又稍微多起来了 然而这些韦士学者 他们研究韦士学的最初发心 是有见于禅宗在中国高度发展 而禅宗之末流则流于空书 不精确不切确 乃至于不切实际的口头禅 因此呢 他们想要提倡法相学的精确 法相精确的维士学 来纠正禅宗末流的弊端 他们这样子的发心原来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却矫枉过正 他们只看到禅宗末流 就是人啊 这个一些禅盒子啊 那些毛病 而不见这个禅宗正法之善 所以法是好的 是人有缺陷 所以法实在是没有过错的 所以禅法是没有过错的 但是他们却把一部分这个徐禅的人的毛病 就归罪于禅法 而认为禅法是不好的 这样是错的 因为禅法是正法眼障嘛 怎么可能说是不好的 于是呢 由他们就变成 从这本来是要救禅流之师 就转而一心全力的抨击所有的禅宗 乃至于广义的信中 也都加以击毁 那这些学者的一些出家地址 或是再传地址 就继承他们的志愿呢 发扬光大其说 那其说是什么 就大势以相迫信 以相中迫信中 这样子 这实在是对维世学之意 对维世学的道理 多有误解跟曲解所致 其实有智慧的人 都应该都知道 如来的大法就好像如来之一体 而信像两宗呢 就好像如来的左右手 奈何众生不解这个道理啊 却拿着如来的左手打右手 然后接着再用右手打左手 就把两只手都打腫了 打烂了 然后呢 再用双手来打头 那这样 怎么可以说是如来说法的用意呢 这是完完切 错解了如来说法的用意 如来说种种法 难道是要使众生 执着他所说的其中一部分法 而来互相斗争 互相是非 啊 难道是这样吗 这实在是大辈如来所说的法的意 一致啊 因为如来所宣说的法 都是无量的妙法 都是以大悲大志 依众生的根基 来方便隐色 都能令众生入于无上菩提之行 也就是所谓的 一切法皆为一佛圣故 可怜这个众生愚昧啊 这一切法皆为一佛圣是哪一部经典讲的啊 法华经 法华一圣 可怜众生愚昧 闻说妙法 不自修行 却依照他的我执我见 就大起争斗 因而棒法破法 击毁正法的 都有很多 所在多有 总续第十一页啊 下面一页了 至于维世学历代研究者 比较少 可供参考的触解也实在不多 而且又多是文言文 而且是很深奥的文言文 那研究维世学的 就偏巧都是保学之士 文章都做得很好 这就苦了现代人了 那再加上经典的本文 以及注解之文呢 也都是深奥难解 所以经典本来就已经深奥了 然后他的注释的文章 用词又很古雅 那所以又很辛苦 因此现代人 即使发心要学为世 也是困难重重 笔者啊 那就是我啦 有见于此啊 一来想要令佛弟子 凡发心想要学为世的人 都有门可入 至于经论之文呢 至于经论之文呢 至少在对于经论之文呢 都能够解得 都能够了解他的文字 解于其子 而且在他宗旨上都能够正信通达 要正信通达 二来呢 众生如果普遍能够看佛经佛典啊 于其中能够得正信解 就不不不不怕这个被恶之士所获 所欺狂 这个末法时期众生 为什么很容易被人家误导啊 就是多半都不看经嘛 事上也不能怪他不看经 就是看不懂嘛 所以也没办法 所以有些人就 有些人似通非通的 然后就误导众生 那被误导的人也不知道 所以很可怜 那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 把它做出来的原因 让大家都能够懂得 就 就不会被人家误导了 第三呢 以此宣扬如来为是正直 令法界众生普遍得正知正信解 如来所说一切妙法 实在不是互相违逆 也不乖格 那以如来之法 前善中善后益善 的缘故 这是佛所自说的 那么诸佛指于如来圣教 莫智斗争 莫起违逆之意 更无心伴 因圣佛教信解奉行 灭度超越诸障 诸障 诸障是什么呢 就是烦恼障 所知障 暴障 恶业障 法障 魔障 等等 因此可以直屈无上菩提 啊 接着十一页 总续十一页 最后一条 下面一条 三 何谓为事学 为事学的意思啊 一言以蔽之 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 诸道心理学 或是修道心理学 那翻过去十二页 解释如下 近代由于科学昌盛啊 因此大众都十分的崇尚科学 而于佛教中 也有这样子的风尚 其中以一些为事学家 呃 的见解 就更为显著 他们看到为事学中 有很多的法相 以及 没落分明的关系 就觉得 为事学很科学 而为事学所研究的主题 也都是心理学方面的 所以他们便把为事学当做是佛教心理学 来研究 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啊 为什么不正确呢 我举出下面第一条 好 因为为事学虽然很科学 但它到底不是科学 啊 因为佛法虽然可以很科学 但是佛法是超乎科学的 同理 为事学也不是佛教心理学 因为心理学是事学 是世间的学问 所谈的都是世地 就是世间的道理 而为事学 则是初世法 所参究的 却是初世地 就是初世的真理 初世的正理 啊 所以两者不可以混同 更不可以因为 为事学与心理学在题材上 有少许的相似之处 就因此就令佛教徒觉得自己身价百倍 我们佛教里面也有科学 所以觉得很光荣 或者是赶上时髦 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 因为如果这样想 那就是以事法为贵 以世间法为贵 以及以事法来判别佛法的高下 那反之呢 因为看到说佛法里面有科学 所以佛法就身价就高起来了 那万一没有找到佛法里面有科学的部分 那不是佛法就变成没什么价值了吗 对 所以这是错误的 不能拿着世间法 以世间法为衡量佛法的标准 这个是什么 这个还是贪爱世间的心态所致 也就是这种观念的错误 而令某些佛学家 以科学的标准 来重新为全体佛法做叛教的工作 从而导人一棒种种佛法 看总续下面一页 第十三页 第二条 若一定要说维世学是一种心理学 则必须要知道它并不是普通心理学 而是助到心理学或是修到心理学 因为心理学有很多种 如果要分的话有很多种 普通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 变态心理学 病态心理学 犯罪心理学 各种心理学 对 那 这些 这是一切为世 学为世的佛弟子必须要知道的是 因为佛及菩萨慈悲开示为世正理 都是为了要帮助佛弟子修习菩提正道 不是为别的 所以你永远要记住 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帮助你修行菩提的 不是说搞出很多的花样让你觉得很好玩 这样子而已 不是玩那些学术文字游戏这样子 所以是助到心理学 帮助你修到的心理学 因为维世学所处理的心理问题 都是修到者或是修行者 在修行过程中会碰到的种种现象 种种问题或是困难 以及如何去面对排除这些困难等等 因此它是修到心理学 所以这个修到心理学啊 它的内容题材以及目标就大大不同于处理世间凡夫心理的普通心理学 因此维世学可以说是一套专为佛法修行人设计的修到心理学 那么为我们佛地指量身定做的 故不能把它当成一门学术来研究 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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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